我国的贪污犯罪动辄数百万甚至上亿 为了更有效打击金融罪案 首相署部长拿督刘伟强 今天在下议院提成2019年国家反金融罪案中心法案 以协调各执法单位更有效执法 根据首相署向国会下议院提成的法案 除了授权国家反金融罪案中心 在各执法单位之间承担协调的角色 处理金融犯罪之外 也负责成立收集和管理金融犯罪中央数据库 刘伟强相信这个数据库能够有效协助 侦破金融罪案 在这个法案底下 政府将成立一个顾问局 为国家反金融罪案中心拟定策略和意见 同时提供首相有关金融犯罪方面的劝告 法案成名 该中心有权发出书面通告 指示和金融罪案有关的任何人 提供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以进行调查 又或是充公非法资产 为例者可面对罚款不超过100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5年 或两者兼施 刘伟强指出 该中心也是政府在2019年至2023年 国家反贪蓝图下的其中一项诚意 旨在执行联合行动 以打击金融罪案和舞弊 追逃海外资产 马新社新闻台 叶士尼采访报道 本集团的资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